嗨,欢迎收看的与家友军,我叫麻烦知名的さん,こんにちは。 今天我们学习一下关于是帰国思绪。 帰国思绪是什么意思呢?我们一起看看。 帰国思绪是大家都以为是女生的,而且在海外留学过的那样的感觉听起来,但实际上不是。 那我们一起看看帰国思绪是名词,然后帰国思绪是因为父母的原因,所以就是不得不在海外产年生活,然后从海外回国的孩子叫帰国思绪。 一般在海外生活的期间是一年以上,这个是帰国思绪的一种定义的。 嗯,然后思绪,所以子女,但实际上男人也可以,所以就是这个是子女是子女,但其实对孩子,对就是那个男人的孩子,女人的孩子,女儿也可以,男孩女儿都OK了。 所以呢,所以呢,如果是还有就是年龄的限制,就是帰国思绪是18岁之前通过父母的原因,然后在海外一年以上就是生活了,然后从海外回来回国了,这样的一个孩子叫帰国思绪。 嗯,所以比如说你是不是自己是那个,呃,就是不是通过父母的原因,比如说我去留学了,嗯,然后回来了,那你肯定是不是帰国思绪,就是,呃,留学就可以,留学,自己想去留学,所以留学,嗯,所以就是一定要父母的,呃,原因。 父母的原因是就是父母是必须得在海外工作,呃,那样的原因是才对的,呃,不是,呃,父母让,让孩子去,呃,留学,这个不是帰国思绪,就是,这个不是父母的,呃,就是原因,呃,就是一个父母的愿意,呃,愿意或者让孩子去,呃,这个是不是帰国思绪,嗯,所以帰国思绪和留学。 那我刚才说的中文的解释,如果我说日本语的话,比如说帰国思绪是帰国思绪是帰国思绪は18歳までに親の都合で海外で1年間以上過ごして海外から帰国した人のことを帰国思绪と 言いますね。男の人でも帰国思绪と言います。はい。はい。这个是帰国思绪的定义了。那这个知道了吗?那今天差不多就到家了。皆さん,お疲れ様でした。